揭秘你不知道的九个人性真相 一,就算是你自己的儿子,你都不能给他太多 没有到临死前,不要把钱给身边的任何人 二,不要期待被所有人喜欢 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 他们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 三,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除非你能够回馈对方相同的价值 对于人家的邀请或者是聚会 要么假装非常高兴地参加 要么就假装非常痛苦地拒绝 四,不公平很正常 你会因为不公平而愤怒 那是因为你一定不是利益的获得方 五,人多的时候说话一定要小心 也许你议论的人可能恰恰是对方喜欢的人 不要把你的秘密告诉风 因为风会吹过整片森林 六,千万不要相信什么 假机随机,假狗随狗这种鬼话 对的人十八层地狱他都能把你拉上来 要是你找了个错的人 哪怕你在天堂他也能把你拽下去 七,朋友请你吃饭 如果他让你挑地方或者点菜 你一定要让他决定 否则你根本不清楚对方的预算是多少 如果选贵了就是你不懂事了 八,感情里面永远都不会受伤的核心是 不要把全部的感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如果你特别爱一个人 一定要学会做钱法 你可以多养一盆花 多养一条狗 多交几个知心的同性朋友 去把精力分散到其他的事物上去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 九,垃圾食品一般都特别好吃 一观禽兽 看起来往往都一表人才 不要在众人面前去拆穿那种喜欢装的人 这些人狭隘自负 一旦被拆穿就会疯狂地报复你 一旦遇到那种小肚鸡肠 道貌岸然的小人 你直接给出他面子 然后静而远至 越远越好